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在神殿中 主在神殿中 不见效应了 在主面前都应当树起 祝福主意 赞 订阅 赞 订阅 赞 订阅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藏在我口中 你们和我当称颂耶和华为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让我们同唱复兴圣洁和全能为你 主 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一生结 为我造情节的心 是我从心有挣扎的灵 主 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一生结 将我分别为神 祝你终会荣耀其名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我情 一生做你生结的亲密 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耳朵 为你复兴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我情 一生做你生结的亲密 一生转耀基督的生命 主 求你复兴我 主 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一生结 为我造情节的心 使我从心有产生的灵 主 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一生结 将我分别为神 祝你终会荣耀其名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无情 一生做你身体的祈明 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我 为你复兴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无情 一生做你身体的祈明 一生转绕基督的生命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无情 一生做你身体的祈明 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我 为你复兴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无情 一生做你身体的祈明 一生转绕基督的生命 一生转绕基督的生命 一生做你身体的祈明 我的眼光和心事 淡淡注射你 我将生命献上当作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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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光和心事 淡淡注射你 仍时候陛下了愈 unused 如果自己侮上当作无情 我要 tools 我愿使祢欢喜,对祢的爱不断拥留。 我生命齐心,却难为祢,如同相高情高。 我为祢付出,只愿意心的满足。 我生命齐心,却难为祢,如同相高情高。 全心难写下,最深刻真实的爱。 我生命齐心,却难为祢,如同相高情高。 我为祢付出,只愿意心的满足。 我生命齐心,却难为祢,如同相高情高。 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实的爱。 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实的爱。 創造我们,救赎我们的天父上帝。 是的,我们渴望祢来复兴我们, 让我们的灵命不会紧紧的在原地踏步,甚至后退了。 我们渴望祢。 我们渴望祢捷进我们,让我们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 我们渴望分别为圣,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做祢尊贵荣耀圣洁的器皿。 今天早上,我们恳求祢帮助我们全心地敬拜祢。 祢是荣耀的上帝,祢配得最高、最尊荣的敬拜。 我们恳求祢教导,帮助我们全然向祢。 打开我们的心灵与耳朵, 仔细聆听祢借着高明发牧师对我们说的话。 赐我们恩典,立志遵循你的道。 做一个听道又行道,认真效法, 并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让我们的眼光和心思不偏离祢。 求祢带领今早的献上崇拜, 家庭力量给每一位服侍的同工, 越侍奉越得利,越侍奉越被上帝得着。 我们今早在教会也有为七十岁以下的弟兄姊妹 而设的实体圣餐崇拜。 恳求圣灵引导灵灾, 参与的每一位再次被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大爱所触动。 今天是唐会学校主日, 我们要为着唐会学校施工感谢上帝。 借着唐会学校, 我们年轻的儿女们, 心中有上帝永恒的道。 这道要生根发芽成长。 我们年轻的儿女们, 借着唐会学校的服侍, 能与上帝有紧密的关系。 他们的生命有上帝宝贵的话语, 作为指引与准则, 一生讨上帝的喜悦, 容神一人。 我们为着在唐会学校服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感谢上帝, 求主大大的使用同工们, 直到他们在主里的辛劳绝不突然, 必定蒙上帝纪念。 下主日有执事部与牧区会议。 感谢上帝赐执事们乐意的心, 在我们属灵的大家庭福灵堂同工。 求主继续教导、建立、使用每一位, 也引领会议的进行。 感谢天父赐我们祷告的权柄。 求父垂听我们众人在祢面前的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祷告。 阿们。 祿主讲。 祢听我祈求。 今早的起印经文是 诗篇一百十九篇 三十三节至四十节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 我必遵守到底 求你赐我悟性 我便遵守你的律法 且要一心遵守 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 因为这是我所洗了的 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 不趋向非议之财 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 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 你像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 求你向仆人坚定 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 因你的典章本为美 我羡慕你的训辞 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这时候让我们站立 同唱荣耀送 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于三亿真神 当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 父子圣灵 既从这样 既从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不尊敬 阿们 阿们 让我们仍然站立 一起来宣读使徒信经 来坚定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使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使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 国人此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宫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今早的正道经文是 提摩太前书四章六字十节 你若将这事提醒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和 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 得了教育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父慌妙的话 在静谦上 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独静谦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劳苦努力 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 在乎永生的神 他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这是上帝的话 赐给上帝的子民 感谢上帝 这时候我们邀请高明法牧师 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他所要讲的题目是 要在境迁上操练自己 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让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进入圣殿来敬拜你 恳求天父欢喜悦纳 这时候求天父猜拳圣灵 在我们的心灵里 教导我们 鼓励我们 也光照我们 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我们众人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愿纳 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的磐石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们 平安 非常高兴地和大家一起 在线上敬拜我们的神 教会今天所选定的经文 跟题目是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第六节到第十节 我们的题目是 要在敬前上操练自己 首先让我来读 第四章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的第八节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独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 和来生的应许 我不知道 弟兄姐妹们 对于敬前的操练 有多少的认识 那敬前的操练 是关乎一个人的 灵命成熟 换句话说 一个灵命成熟的人 是应该有敬前的操练 从你信主 做基督徒开始 你就应该 你也知道 你在圣经 你在教会的教导中 常常接触的 就是真道话语的栽培 你也在上帝圣经的 至圣的善道上 受了教育 所以第一个方面 我们要思想的 就是在第六节 这里圣经所说的一句话 圣经说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 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 得了教育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真道上 在善道上 领受教导 而且要服从 怎么样的去表明 我们在真道上 和善道上 是领受教导 又服从呢 圣经就说 你必须 把这些的事 提醒弟兄们 提醒弟兄姐妹们 换句话说 今天画一个角度来说 我如果说 我领受了上帝的真道 话语的教导 我领受也服从了上帝 在圣经里头的善道 我今天就有一个责任 要把我所领受的真理 跟弟兄姐妹们分享 我也需要教导 弟兄姐妹们 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圣经告诉我们 学习真道 跟服从善道 可以帮助我们 去抵御 错误的道理 帮助我们抵御 错误的道理 跟错误的 宗教行为 那这是一个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真道和善道 是敬虔的内涵 当我们讲敬虔的时候 它不只是一个外表 穿着整整齐齐 洁白的衣服 就很树木的 严肃的 低着头走路 那个就叫做敬虔 当然 外表上的表现 是好的 但是圣经 告诉我们的 敬虔 是生命中 充满着 上帝的话语 有上帝的话语 充实在我们里面 那么这个 学习真道 服从善道 这个观念 在文里 专注的圣经 那就是文言文的圣经 是这样翻译 这两句话 叫做 习信道 从善教 就是学习 信心之道 习信道 服从善良的教训 从善教 我们对真道的学习 是持续的吗 我们信了主 我们是不是 对真道的学习 是不断的 不停止的呢 还是我们学了一段时间 就停止 不再学习了呢 那这是 我们需要不断的去 反省 去问自己的 圣经里头告诉我们 这个信仰的话语 良好的教导 是我们一生 都要跟从的 我们信耶稣 是因为 这一件事情 就是信仰的话语 和良好的教导 做了基督徒之后呢 这一件事情 是不能够放松 也不能够放弃的 我多么盼望 弟兄姐妹们 在这两件事情上 不断的 常常的去思考 当我们讲 真道的话语 那很自然的 就是说 我们的手上的 这一本的圣经 我再次的 想要鼓励弟兄姐妹们 你圣经读得怎么样呢 读完了吗 那你告诉我说 圣经是读不完的 是 圣经读不完 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 你从来没有试过 把整本圣经读完 所以你说 圣经读不完 好难读 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 你读了一遍又一遍 把整本圣经 读了好多遍 你发现呢 你还是可以 继续不断的 不停的去读圣经 所以圣经是读不完的 我不知道 你的圣经读不完 是属于哪一个层面 是你从来没有试着 要把整本圣经 读完一遍呢 还是你读了好多遍之后呢 你还是发现 你还是发觉 原来圣经 可以继续的读下去 是读不完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是 属于第二种的情况 圣经里头有许多 上帝善良的教导 我们服从了吗 我们今天的人 有一种的习性 我们最不喜欢 听从人家的指示 跟指令 在冠状病毒流行 全球的这个状况之下 有时候你从电视新闻报道 从电视画面上 你看到一些的情况 有时候真的令我哭笑 不得 提笑皆非 那些疫情非常严重的国家 你看见那些人 他们高喊的是什么 我们要有自由 政府说你要戴口罩 他说我们要有自由 我们要有选择 我们可以不戴口罩 政府说你们要保持 安全距离 这些人说我们抗疫 我们的人权 我们的自由 我常常在想 这些人高喊要自由 自由不戴口罩 自由不守安全距离 那我想 那我想 如果你患病 你怨得了谁 或者更严重的 你患病之后呢 因为你选择不戴口罩 把你的病传给别人的时候 你欲心和忍了 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些人 所讲的是一种歪曲的道理 他们不是服从善道 政府的命令是处于良善 为了要控制全国的疫情 但是你就看到这些国家的人 这批少数的人 就因为倚藏着自己 是属于民主的国家 他们所做的 真的是令我 啼笑皆非 酷笑不得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要学习 去服从真道 服从善道 是需要下功夫 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情 第二方面 就是在敬虔操练上的指示 刚才我们说了 第一方面呢 是在真道的话语和善道上 所受的教育 那么圣经继续的 在七到九节告诉我们 敬虔操练应该怎么进行 首先他告诉我们 有消极的一面 所谓消极的一面 那就是在第七节 这么说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父荒谬的话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要弃绝的是世俗的言语 和老父荒谬的话 什么意思呢 圣经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要弃绝世俗的 世俗的就是跟我们的信仰相仿的 弃绝这些非宗教信仰 跟不真实的话语 老父荒谬的话 意思就是不真实的话语 世俗是相对于宗教信仰 我们是有信仰的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所以我们应该拒绝世俗的信仰 上一代老一辈的传道人 或者是老一辈比较年长的基督徒 以前常常很喜欢说的一句话 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是属灵的 他们那些是世俗的 属世的 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所以当我们讲 我们要弃绝世俗的言语 和老父荒谬的话 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 什么是世俗的言语呢 世俗的言语 绝对不是说 我讲福建话 我讲荣语福祝话 我不是说 这个叫做世俗的言语 不是 原来在我们的思想观念里头 我们常常被世俗污染 跟厌恶之后 我们都不知觉 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做世俗的言语 就是 好彩 幸运 或者 好像福建话所说的 黑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 有上帝 保护跟管理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生命里头发生的事情 没有一件是意外 没有一件是豪彩 幸运 黑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 我们年长的很怕跌倒 比方说 这时候从巴士上要下来 要下车了 还没有站稳 还没有夸完最后的一集 巴士突然间开动 摇了一下 你就站不稳 整个人要往后跌倒 那这时候 后面忽然有一只强壮的手 抓住了你 扶住了你 使你不至于跌倒 你知道 年长者跌倒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各种意外都会发生 那这时候有人扶住了你 使你不至于跌倒 你会说什么 哎呀好彩哦 好彩有你扶住我 我今天很幸运哦 我很黑哦 有人扶住我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跟我们的信仰不符合 这就是我所说的世俗的言语 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在上帝的管理和保护之中 是上帝安排了 那个人站在你背后 他用手扶住了你 所以我们的生命里头 没有这些的豪彩跟幸运 这些都是世俗一般人的观念 我们也不应该讲一些老富荒谬的话 那就是没有根据的 不真实的 而这些没根据不真实的话 我们又岂可轻信呢 在冠状病毒的疫情之下 新加坡政府透过爆章 电台 电视新闻报道 不断地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冠状病毒的疫情 那其中有一句话是政府不断地重复的 请大家从正确的渠道获取消息 不要听信调言 你可以呢 就是下载 gov.sg的ax 推送服务 接收冠状病毒19的正确信息 对不对 我们从这个阻断措施 从4月份正式阻断措施 一直到现在 9月了 我们的政府不断地在提醒我们 你要从正确的渠道拿正确的信息 不要听信调言 人家讲什么 你总是要抱着一个心态 是真的吗 政府是这样说的吗 所以 我们在消极的方面 我们在敬虔的操练 我们要拒绝 非宗教信仰的世俗观念 跟不真实的话语 然后积极那个方面呢 积极那个方面 就是在第八节所说的 操练身体 敬虔 是两件重要的事情 操练身体有益处 但是敬虔的益处是更多 那首先我们来看 操练身体呢 是怎么一回事 那是一种体能的锻炼 对不对 一个体能的训练要求的是什么 有纪律 顺续渐进 是经常做的 勤劳的做 要下功夫 要努力的去做的 做运动 不是做一天停十天 那个不叫运动 那个不叫操练 当我们看到 一个人刚刚入伍当兵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操练 是很多的 怎么操练步伐 对不对 向左转 向右转 向后转 有许多的操练 是每一天都在做 所以操练身体 是讲求纪律 下功夫 努力跟勤劳 同样的 敬虔的操练 也是需要下功夫的 什么是敬虔 雅各书第一章27节 告诉我们 在父上帝面前 那清洁 没有玷污的前程 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而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在提摩太尔前书第六章 保罗也同样提醒我们 我们要看顾那些寡妇 要帮助他们 所以当我们讲敬虔 讲虔诚的时候 不只是信仰上 理性上 头脑上的知道 或者那个高高在上的 那种的观念 上帝也告诉我们 圣经也告诉我们 那真的前程是照顾 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是很具体的一些的行动 当然 也要保护自己 不沾染世俗 比对于操练身体 敬虔的好处是更多的 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第三到第八节 圣经告诉我们 信仰纯正 不耗争辩 才是合乎敬虔的道理 同样 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告诉我们 敬虔加上知足 便是大利益 那是有许多的好处的 所以敬虔呢 不只是双手和时 口中说 赞美主 感谢主 当然这些都是好的 都是需要的 都是重要 但是 我们要做的敬虔的操练 是多过于这些 是在真道上砸根的 刚才说了 从真道的话语 和善道上受了教育 我们 从真道上的认识 才延伸出 真的敬虔 我们学会了敬畏 跟敬拜 那才是圣经里头 所说的敬虔 我不知道 你在真道上 下了多少功夫 学了多少 在真道的操练上 你去到哪一个地步呢 你知道在教会里头啊 特别是为你公会 我们的门徒训练呢 有蓝本 然后有红本 有金本 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 你学了哪一本 蓝本学了没有 红本学了没有 金本学了没有 或者 你甚至也不知道 有蓝本 红本跟金本 求主帮助我们 教会预备好 这些许多 可以帮助我们 在真道上训练的 我们有没有去珍惜 如果敬虔是反映在 我们敬畏跟敬拜上帝 这件事情上 那我们需要怎么的去思想呢 更加具体的来说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让我和大家分享 一个很具体的敬虔的操练 每一个主日 我们都去参加主日崇拜 那当然现在我们在线上崇拜 但是我们很盼望 有一天可以再回到教堂 去参加实体的崇拜 但是你回想过往 参加主日崇拜 你是怎么预备自己的 我们的主席呢 主领聚会的 常常在主日崇拜 要开始的时候 就告诉弟兄姐妹们 请大家预备心 安静下来 要开始敬拜了 在那最后的十秒钟 你真的能够 匆匆忙忙的 预备好你的心吗 安静下来吗 什么是真的预备的 那我自己个人的领受 许多年了 我坚持在主日崇拜 参加崇拜之前 除了灵修跟吃早餐之外 我不看报纸 我不听电台新闻 我不开电视看节目 我不打开手机 浏览各样不同的视讯 我坚持在参加崇拜之前 不受这一切的搅扰跟干扰 我就是专心准备要去参加崇拜 没有受其他的东西的搅扰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准备 那我们现在是在线上崇拜 除了现在大家看见我 穿着西装打着牧师里 我每一个主日献上崇拜 许多的教会的献上崇拜 牧者们也是这样的 鼓励弟兄姐妹们 你要穿着整齐 所以你不要穿着汉衫 就是T恤 穿着短裤 躺在沙发上 打开你的电脑来崇拜 我每一个主日献上崇拜 我还是穿着衬衫 穿着我的西装裤 整整齐齐的崇拜 我的手机是放着静音 放在一边 不受它干扰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具体操练敬钱 一个最简单的表达 十六世纪 在英国有一群的基督徒 他们被称为清教徒 他们是非常注重主日崇拜 他们谨守主日崇拜 做父亲的主日早上 带领全家大小去教会参加崇拜 然后崇拜完之后 大家回家吃了午餐之后 父亲就带领全家坐下来 男女老少 请大家分享 今天早上牧师讲到 你所领受的是什么 然后下午的时候稍微休息 然后做父亲的 就会教导儿女 关于信仰的基本要道 上帝是谁 耶稣是谁 圣灵是谁 然后到了晚上又有家庭崇拜 这样子才结束 结束了一天的主日崇拜 清教徒他们的生活要求的是 向上帝祷告 在主日的时候 上教堂谈论上帝 读圣经思想上帝 帮助老落病落的人去思想上帝 然后也给无家可归者 有食物可以吃 那主日呢 他们绝对不做的事 不喝酒 不喝醉 不游荡街头 他们不享受 不跳舞 不准赌博 不准大吃大喝 也不准工作 当然你会说 在我们现代的社会 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呢 但是我常常训练我自己 主日崇拜完之后 当然可以在外面 咖啡店 小贩中心 或者去购物中心的餐厅 大家一起吃一顿午餐 但是我们应该节制自己 不要去逛街购物 去看电影 你说做得到吗 可以的 你回想四月 我们新加坡实行 阻断措施的时候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对不对 不能够在餐厅 咖啡店吃东西的 这个又不可以 那个又不可以 又不可以群聚五个人 又不可以去看访 你家里的长辈 你没有想过 你怎么过四月 现在就九月了 所以可见 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大家都说 阻断措施的四月 好辛苦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 刚才我们说了 所谓的 进钱的操练 就好像做体能运动 是要有纪律 顺序渐进 要有规矩 要勤劳 要下苦功的 那才是操练 不是口里唆唆的 我还记得 当我在念神学的时候 1981年在香港建道神学院 作为一个新学生 很多学校的细则的规矩都不知道 那有一个主日早上 我们参加完崇拜 就回到学校的宿舍 那学校有一个篮球场 我就和两位男同学 我们三个人就在篮球场打篮球 这时候有个老师经过 他当时候六十几岁 他看了我们就讲一句话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打篮球啊 我们又不是做在犯法的事情 或者犯罪的事情 然后老师就说了 你们不知道吗 主日不可以打篮球 不可以运动 要专心分别为圣 谨守主日吗 我们三个人才吓了一跳 赶快收了篮球 跟老师道歉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是需要操练自己 在今天这个放松的年代 我们做基督徒的 在信仰上需要表达 我们对上帝的那个敬畏跟敬拜 让我们在信仰 圣经的基础上 努力的去生活 不断的操练自己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你让我们有圣经可读 我们谢谢你 把话语留在圣经里头 再次提醒我们 操练身体 操练敬钱 让我们在操练的生活中 得到更多的福分 主啊帮助我们 让我们弃绝世俗的言语 不真实的话语 让我们在真道跟上道上受了教育 也服从你的教导 求主施恩赐福给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字 阿们 我们谢谢高牧师用神的话语提醒我们 要在圣经和信仰上努力的生活操练敬签 让我们这时候同唱赞美诗265首 总要追求圣洁 来回应主的道 过后将进行奉献 让我们将预备好的礼物 甘心乐意献与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一切工作当求主惯性 总要追求圣洁 世界满无垢 你当在主怀里 享受大安息 是是仰望耶稣 毫无缘振大心 使你同伴看见你的好演性 总要追求圣洁 来著作你受 不可自称好笑 把竹片一旁 或是仰望 过早逢祸一难 只管学顺忠 世事仰望耶稣 彼岸难度过 从要追求圣洁 内心才成定 让主管你一切 引导我感情 当靠生命令你 到爱的泉源 帮你找出权备 用我的一切 我们都是从主而来 我们把从主而来 一切给主 阿们 让我们来关心家里的事 欢迎弟兄姐妹 今早与我们一起敬拜主 愿天父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鼓励大家下载电子版的次序单 参阅里头更详细的家事报告 我们谢谢高明范牧师 今早用神的话语来勉励我们 我们要恭喜黄昌蓉牧师被选为新加坡卫理工会的会都 也恭喜 被受益 被受益 荣誉会都 还要恭喜 颜耀光弟兄被选为新加坡卫理工会信托理事会 秘书 执事会会议定在9月20日下午2点举行 敬请执事们准时出席共商圣工 第二次牧区会议定在9月20日下午5点透过视频来进行 进行全体的执事会议定在9月20日下午2点 本处传道出席共商圣工 妇女服务会会议定在9月27日下午2点透过视频来举行 进行全体的委员准时出席相讨事工 同性相细座谈会 是以英语的来进行 日期是10月4号、11号、18号和25号 时间是早上11点到12点 弟兄姐妹可以透过以下的连接来点击报名 报名截止的日期是9月30日 这个讲座是由本堂的家庭生活事工委员会主办的 我的报告就到此 我们邀请何维达牧师来祝福 认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团契 参与你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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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